编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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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今天其实下午刚才听了 三位专家和教授的这个讲座 感觉非常的震撼 因为内容我觉得 真的是干得不能再干了 就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和内容传递到我们 然后我们从一个创作者来讲 从艺术家或设计师的角度来讲 可能会发现到 从这些技术的可能性里面 进行一些新的创作的可能性 然后 同时我给我的一个 特别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就是教授 专家 还有整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的这些企业 他们一直在追求着自己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极限的突破 为创作者提供更好的工具 去进行这种创意和这种制作 而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 有的时候 他们会换一种思路 或换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 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的 一个presentation这样的一个讲座 其实是希望能够给在座的各位 一些稍微不同的一点思路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个尽情的 共同的讨论 我的第一页是 这是鲍德里亚的一句话 这是法国的一个著名思想家 然后我引去了它的主语 就是不仅不需要模仿现实 而且可以产生出现实 它塑造着我们的审美情趣 饮食 衣着习惯 乃至整个生活方式 这是1980年写的一段话 然后它的主语是 电影 广告 肥皂剧 时尚杂志 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指南 这是当时媒介的一种总称 尤其是娱乐和时尚 这样的一个媒介的总称 所以说 鲍德里亚当时对于 一个媒介的提出了一种质疑和提问 那什么在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 什么在塑造我们的文化 那好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 因为刚才的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开场白 我这个问题会一直保留到 我们整个的 我这个演讲的结束 然后虚拟现实是什么 虚拟现实一方面 努力将现实数字化 虚拟化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大量的应用 比如说虚拟博管 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 比如说我们的艺术教育 包括我们的Documentary 我们的技术片的拍摄 另一方面 它竭力将现实中不存在的 精神性的事物现实化 把它们带入到一个虚拟的现实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游戏 我们的数字艺术 还有我们的电影 等等等等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对于VR和文化遗产保护的 这样一个相关的例子 那这个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在做的一个973的一个数字文化保护的 理论方法研究的一个项目 其中做了大量的敦煌方面的这种研究 我们简单放一下 这是做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虚拟的 这样的一个体验馆 然后这里面来承载了整个敦煌的数字的保护 以及再创造的一些研究成果 这里面涉及到3V扫描 然后包括一些新的技术 包括色彩还原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 好 我们调到下一个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生 马力军和他的导师卢小波教授一起合作 他们在完成一些敦煌的一些数字文化保护 以及他们在VR场景里面的应用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竭力地会把我们现实中的东西 然后数字化 虚拟化 然后带入到我们的虚拟世界 可以更方便地去体验 去感受 然后我们看看 如果从VR的虚拟世界里面 我看能够感受到什么 我介绍这是Julius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做的完全用分形艺术来创作的一个虚拟的世界 我们可以简短地看一下他的 我希望你开始请你做什么 请你做什么 请你请你挣手上你的头 然后很轻松地感受你的头 当你的手上升到那里 通过你的手上升到那里 在你的股票上看着 整个位置的所有你的股票上 几千多的细细的细细的 在你的股票上感受到那种 你的脸颜色 你的耳朵 你的脸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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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抱歉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不能放全部的 然后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都找到这些视频 我在VR的设备里面体验了这样的一个视觉作品 因为刚才看到的是双眼的 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关注这个艺术家非常长的时间了 然后他用他的分型的算法来创造了一系列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 所以说 那他们在做虚拟的艺术的时候 VR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让他们更好的沉浸式地感受他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 然后 对于VR的影视动画 那我们这个现在放了三部我很喜欢的 就VR的影片 有时候算到爱 估计可能喜欢VR的人都看过 我第一次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深深地被打动了就是一个非常cute 非常可爱的那个小的星球的感觉 然后小人从里面爬出来 然后完成了跟他的那个玫瑰花的那一系列的这样的互动 因为我是一个做动画的 Major 我的专业是做动画的 我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的表现的时候 把空间的体量和角色的表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VR的动画一定有非常非常广阔的前景进行发展 然后后面的这个Purl我觉得更非常有名了 奥斯卡的提名 还有包括我们的中国的新的这种石梦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动画 我觉得在影视方面来讲 动画方面来讲 跟VR的结合依然是有非常多的前景 OK 那VR游戏 这也是空的 因为我觉得太多了 我不举例 OK 那我们通过刚才之间的一个简短的介绍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现实作为观看和交互的媒介 和各种艺术形式间的融合 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OK 之前我所说的我觉得VR都是媒介 对吧 我们都把虚拟现实当作一个媒介来使用 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艺术形式 可以融入或者嫁接到我们现在的VR的系统上 来进行新的探索和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OK 那好 那我们现在从仿真到在线到拟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仿真是我们把真实的事物模仿过来 在线是加入一定的我们意识的或者情感的或者是艺术的加工 拟像 拟像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词 也是巴大利亚提出的 它其实是对被复制品或者是被在线的 就是被仿真之后的物品的再仿真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拟像之后又会是什么 那我们提出一个问号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未来要共同谈讨和解决的问题 那这时候我觉得巴大利亚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给大家做个分享 就是拟像比仿真更胜一筹 它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事物的模仿 而是对于模仿物的再模仿 是非真实的景象 没有本源 没有所指的像 所谓的在这里面的翻译里面 所更胜一筹其实它有双关的意义 我觉得所有的胜 所有的超越 其实都有双刃剑的含义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有更保持更多的思考性 好 那通过刚才之前的讨论之后 我们想问个问题 虚拟现实是否有独立的艺术性呢 它本身的这种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技术 或者一种载体 一种媒介都好 那它是否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性 我们先考虑一下 虚拟现实给它们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第一 沉浸与交互 我觉得这两点来讲 就是非常强烈的 那第一个 沉浸呢 我们是一种自然的非压迫性的感受 我等于是寂寞的 就相当于我们泡在浴缸里面的 温水里面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感受 而交互来讲 其实它追求的是刺激 追求的是你的reaction 就是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需要跟你的环境产生互动 改变环境 以至于推动整个人体验者 和你的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好 那我们下面说就是关于 从感官沉浸到精神沉浸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通过相对来说 比较长的时间 来去看这些VR的作品 不管是游戏也好 还是影视作品也好 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 现在目前大多数的VR的内容 偏向于就是这种技术性的沉浸 也就是说感官沉浸 就是我们创造逼真的视觉 逼真的听觉 或者说逼真的环境 让你沉浸进去 然后给你强烈的刺激 给你身体的刺激 视觉的刺激 听觉的刺激 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 在大多数的沉浸感里面 对于精神层面的沉浸 是比较忽略的 我觉得精神层面的沉浸 应该是VR的这种作品里面 更高层级的追求 我不会一句一句地来去解释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很多人我听过跟朋友们 包括还有学生们 还有一些人一起来讨论 就关于VR体验之后的感觉 很多人会提出一种空虚 就是极烈的或者非常激烈的 这种的交互刺激之后 然后反而你摘下这个头盔 或者脱离开这个环境之后 带来了一种很强烈的空虚感 所以我觉得在想 就这种空虚来源于什么 是来源于我们体的 或者整个感官的爆炸性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吗 好 我们现在放了一张图 非常一下 调跃性非常强 这是南宋的马远的一幅画 就是寒江独调图 这里面有两个字叫刘白 其实我觉得刘白 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里面 刘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实就给人一个空间 能够去感受言外之意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感受 所以说从文人来讲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江面上 什么都没有 对吧 然后你感到这种孤寂感 而其实放空自己的那个过程 就是拥有更多的思考的 这种空间的过程 所以我是希望如果有可能 我们的VR的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追求 那于是来讲我觉得 像我们的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也说过 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 作为主观情思的一种象征 那我觉得我们VR的未来的内容的这种创建来讲 是否有可能从造景到构镜的这样一种转化 景和镜这两个可能在中国的词来讲 看起来很相似 但其实在意思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就是镜来讲基本上是这种客观的呈现 对吧 而镜来讲会更多地跟心镜 意镜连接在一起 所以加入了主观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和加工 所以说我是觉得对于如何产生或者如何创作 真正具有中国传统或者中国味道的这样的 我们虚拟现实的一些作品或者是艺术 那我觉得这些中国对于这些文化层面的部分 是需要去考究和去研究的 而做相关的这样的结合 所以说我们简单地用一个图来呈现 第一个就是个人经验 我觉得感官刺激还有理性思考 然后整个虚拟现实构建了整个的一个体验的空间和氛围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VR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它自然就是一个隔绝式的一个体系 确实是把人割裂开我们的外部世界 能够让人非常注意力集中地沉浸到某一个世界当中 那我觉得它在感受所有信息的时候会更加地专注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虚拟现实就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我觉得一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个人经验 因为所有的一个作品来讲 其实跟影视跟其他是非常相同的 就当它和你 当个人经验和你所呈现的这种交互的氛围 产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出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这也是艺术家所追求的部分 那我们最后写了一个《第四面墙的消失》 其实《第四面墙》是一个戏剧的理论 那就是说从传统的戏剧的观念来讲 就是我们的表演和我们的观众是割离开的 有一条看不见的墙 我在舞台上的这个演员来讲 是默认我的这个观众是不存在的 但是现在来讲通过VR的这样的一种体系 它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空间打破 我的表演者 我的表演的内容 我的呈现的整个环境 以及体验者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进行一种交互 而产生出新的这种的叙事模式 最后再说一个建立效果 那建立效果也是德国的非常著名的戏剧家 就布莱西特的一个画 我为什么要放这个呢 其实我刚才所看到的刚才像 折大的周教授 还有包括AMD的这个总裁 还有包括刚才杜布林的这个教授 也是一直在我们一个方向就是 把视频的或者是把画面的精度做高 把视频的帧率做高 然后把我们呈现的效果越来越好 然后我经常会提这个问题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觉得从行业或者从产业来讲 肯定是有这个发展的方向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在我的感觉来讲 我总有一种觉得 我是否真的在艺术创作中需要那么高精度的图像 我只是给我自己提的一个问题 对于建立效果来讲 就是对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其实陌生化 首先很简单 就把事件或者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 熟知的一目了然东西剥去 使人产生惊讶和好奇心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陌生化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好 我现在说到这里 那我放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现在写在电影学院正在展的这样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 就是Clarum VR是一个古罗马竞技场的这样的一个VR的作品 这个VR的作品是我们为 如果这个团队为青岛电影博物馆 然后做的一个VR体验的设计 当时在做这个电影博物馆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第一时间就考虑一下 我们要把VR的元素融入进去 因为这个一定会代表着电影的未来 我们把这种可能性一定要放在这博物馆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先放一下这个 这个体验的过程 我们现在这个来讲是一个主视角和一个固定视角的切换 一开始就角斗室是 就是我们的观众来讲会随着角斗室 从这个机械的这个升降梯里面 然后升到整个的这个角斗室的地面上 好 我也是 是 一 好的 时间关系 我们往上跳一下 好吧 然后 跳不了 观众可以通过手柄来自由在这个场地里切换 来改变观看视角 以距离这两位角斗士格斗的距离的远近 其实是这样的 我想再解释一下 因为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开始来讲 这个观众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一个旁观者跟随着两位角斗士 深入到整个格斗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在整个的角斗士结束之后 其实刚才那个最后的画面 是让他有一个选择 他是站在C的 就是凯撒的这个位置上 可以让你选择让生还是死 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设定了一种 你跳出原来的一个观看 激烈地打斗的血脉奔章的这种状态 突然间让你来决定生和死的这样的一个抉择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VR制作品里面 其实更想隐含的或者是包含的意义 就是你是否来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我觉得在我们之前的电影播馆运行的时间里面 我们还是访谈了很多的体验者 绝大多数人可能80%的90%人都会选择生 当然只有少数人希望看到效果 然后他们就选择死 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 也体现了其实 就是人性对于生死 或者是这种在虚拟场景里面 去还原一个实际场景里面的一个感受 后面我们简单放 刚才是我们自己的作品 这个是我觉得一些国外的艺术家的作品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全部放视频了 但是国外的艺术家会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会利用他们手头的已有的这种的 所有的新的CG方面的科技 来进行新的句式性的表达 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Oct of Excel 就是流放之外 就是Daniel Daniel是一个我们说同性恋社区的其中的一员 然后这个作品 它是源于在YouTube上的一段非常短的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有一段Daniel和家人争吵的录音 然后这个作品的导演和他的团队发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觉得他可以挖掘的点 于是找了专业的 获得Tony奖的团队来一起重新编络这个故事 然后做了一个13分钟的一个VR作品 我在林斯基电子艺术节的时候体验了这个作品 真的非常震撼 因为你会切身地感受到情绪 或者它传达的情绪和人的在那个状态中的这种挣扎 然而就是在我的过程当中 其实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那里面的所有的模型 其实质量非常低 是为了保证顺畅的运行 其实就是游戏级别的这样的一些精度的模型 但是我确切生生感觉到了这种生命的感觉 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视觉的那种逼真感 反而会让你产生距离感 你会质疑它是不是真的 然而一些相对来说面具化的一些状态 但是根据它声音的配合 它的动作的配合 会让你有更真实的感受 这就是刚才我们可能去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让人直接感受到它的本质和内核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力 我们后面就跳过一下吧 然后因为我想跳到最后一个 我们最近的一个作品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做VR的作品来讲 其实我们做艺术作品来讲 还是要重视这个反思的力量 就是其实对于虚拟现实的艺术 本身就是工具性的一个成果 但是当代艺术是对工具理性的一种反思 因为我觉得整个的体系来讲 是对于这种集权 对于技术理性 对于这种一致性的这样的一种反思 那科技的形式 对科技与人的关系进行不断地追问 这也是我们觉得虚拟现实艺术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后面还有一个案例 大家回头也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 这是Zero Days VR 其实这个来讲就是 他设定了一个VR的作品 一个艺术作品 然后这个艺术家以一个计算机病毒的视角 然后进入虚拟世界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纪录片 但是这个艺术家以另外一个视角 设身地把人处于一个计算机的病毒的一种状态 进入到虚拟世界 然后呈现了整个的故事 非常的精彩 这个短我们先再放一下 它是一个批判的故事 它是一个批判的故事 可能你不太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 在世界上的核心 我们的核心 在世界上的核心 在世界上的核心 当一些国家的核心 攻击核心 这就是一个严重的核心 我明白 在灾业的差异是很严重的 但是这个是在1945年 有一个新的规则 有人只用了一个新的武器 然后这个武器 不会被返回了 所以我们觉得VR依然是一个 让我们提出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然后最后 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作品 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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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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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分看懂了 一部分还没看明白 然后当时其实是就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参加这个创可马拉松的环境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外部有一个全景式的沉浸环境 同时还提供了像VR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定位的系统 然后于是我们在想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还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于是后来我们想到就是 现实和虚拟之间的这种距离 我们戴上眼镜看到的东西 和我们在外面传输出来的东西 当它不一样的时候 但是你所有的身体反应是一致性的时候 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然后首先来讲 当时我们看到的所有观众会觉得 哇塞 这个人怎么了 这个玩家他疯了吗 他为什么要射杀这些小孩 第二个问题就是盯着我看 就说你这人疯了吗 你为什么要射击这么残忍的一个游戏 然后当体验者摘下了他的头盔 然后包括观众在看到真实的情况之后 很多人都沉默了 我们关于问过他这些问题 问过他们一些关于就是他们体验的问题 他们很长时间都会说不出话来 就是他们自己会对于这样的一些作品 这个作品来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后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可能 体验完了以后 这个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我像说的就是interactive 或者这种交互艺术 或者我们的虚拟现实的艺术 真正有重要的是把人带入进来 就把你人作为一个参与者 放到你整个叙事的体系里面 然后产生戏剧冲突 然后这时候你心里的感受 跟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戏剧 或者看这样的一个表演 或者看这样的一个设定的关系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 OK 我用这个作品来去做一个结尾 所以我们也会提出一些问题当时 虚拟和现实的界限 然后虚拟生命是否也是生命 那我们造德的边界 我们判断我们什么时候该舍机 什么时候不该舍机 我们造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对价值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我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完全是错误的 那这还是我们的第一句话 然后我把前面换了一个我们的主语 就是虚拟现实依然在当今 或者在未来会承担这样的一种重任 那我们该塑造什么样的文化 那其实是在座的各位 或所有创作者应该共同思考 并且承担这个责任的 好 这样子 谢谢大家 得知快乐 不是 affront吗 大王